嗯 小天 你從我放河哭什麼呀 還得是索尼呀 索尼也進去玉子菜行行嗎 不是 這倆放河 這倆 這音響 拿去 這一拜 春朵的一天夜 對 沒錯 這個長得和我家貓飯盆差不多的玩意兒 其實是一個擁有索尼黑科技 窮頂音效的極目音箱 它不僅長得像貓貓的飯碗 還是貓貓最喜歡的真知面料 還好我家兩隻傻貓沒發現它 否則將會面目全非 可能是因為灰白色的極簡外觀 讓它在電視櫃上的存在感不強 曾經我也想過住著大house 看著大電視聽著回音幣和現實 對我說 回音幣 你的生活已經處處碰壁 哪還需要回音幣啊 所以大房子和回音幣 哎我就別想了 而索尼的寂寞音箱 它好就好在 沒有任何線材和空間的限制 只能藍牙5.2配對 注意哦 是只能藍牙 像擁有回音幣一樣的環繞音效很簡單 取下兩個後環繞 放在耳朵兩側就能實現 可幻想是美好滴 現實是碰壁滴 它雖然是個藍牙音響 但比起這些個頭小 耐摔又防水的小塊頭 在便携性上是一點優勢沒有啊 所以我們假設這個音響不用移動 在我們的身後又恰巧有空間 放下兩顆環繞音響 故事就會往好的方向發展了嗎 並不會 本以為的窮頂音響 是自動檢測音響的位置 以及防護的構造 從而建立一個合理的生產環境 實際上 僅僅只是通過所謂的360SSM的技術 來分離一部分中高音 給環繞音響播放 而播放的環繞音效果 聽起來非常微弱 有著三個出聲單元的它 看著挺唬人 實際一問 總功率才45瓦 那這兩顆纏弱的後環繞功率 估計是5瓦 這也不是我胡亂猜測 而是翻遍官網 我都沒有得到準確的數據 估計索尼自己拿出來也比較丟人吧 不過鲁迅說 困難總比辦法多 為了能聽到後環繞音響的聲音 我試過以下幾種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1. 將環繞音響變為頭戴式耳機 效果不錯 就是有點廢耳朵 淘汰 2. 找兩個仆人幫我舉著 效果最好 成本太高 淘汰 3. 雙手拿著環繞音響保持這個姿勢 效果好 成本低 完美的解決方案啊 這樣環繞效果是增強了 但不累才怪 我有辦法 可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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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卡普老師 所以說卡普老師 不是沒有戴耳板 而是戴上了索尼積 簡直暗藏玄機 不過話說回來 放在離肩膀十厘米左右的位置 整體的聽感確實強了很多 用它來聽音樂 我覺得太取材了 我覺得得用它來玩遊戲 看電影 這也是為什麼 買這個音箱 能抽PS5的原因 哦 你就是為了吃屁 S5的回扣 才包著這塊餃子啊 雖然你說的是事實 但我覺得你是在汙蔑 怎麼說 因為我已經有PS5了呀 既然你有PS5 我也有PS5 那我們不如就一起 包餃 好傢伙 自家的遊戲機 不支持了是吧 好傢伙 他倆個字相愛相殺呢 關鍵人家APPTV都支持 這你就不懂了吧 來自島國的品牌 喜歡牛 那音響連接電視 電視連接PS5 是不是就可以玩遊戲了呢 我是了呀 安卓電視是連上了 但是不出聲啊 那我還是在我的蘋果TV上看電影吧 電影的效果還是比聽音樂好一些哦 可能是影視作品眼耳共用 更容易讓觀眾帶入 臨場感和氛圍感更加濃烈 或者說是因為影視作品 這些有ACC5.1聲道的加持 讓這個音響有了一些些的用武之地 電影也看完了 起來活動活動 哦 滿滿的真的亮啊老鐵 早上起床 擁抱太陽 讓身體重吧 還別說一邊運動一邊手動環繞 這效果 必放在肩膀兩側好啊 啊 作為2023年的科技產品 它支持最多兩台設備同時連接 免去了重複配對的煩惱 大家都看了我們TESTV小夥伴的提車日記 今天就是看一看我們TESTV的朋友們都開什麼車 第一位嘉賓肯定是他 大家猜猜猜猜大幕告訴我 不知道啊 這個重多少錢 50 50 確定啊 不要貴啊 而且它也支持藍牙喚醒 音響放在電視櫃上 不用從沙發上翻起身來 電視開機它就會自動開機 大冬天的 簡直懶人浮音 現在的電視屏幕越做越大 顯示效果越做越好 但音質進步很小 索尼積木音響的窮頂音效 看似彌補了電視的音質 可當我用下來 只覺得形態的變化 並沒有給我更大的包裹感 如果不是強行把環繞音響放在耳邊 它給我的感受 還不如我初聽雙揚聲器的手機時給我的震撼大 使用起來很簡單 想擁有窮頂音效的時候 兩個音響取下來就可以了 問題是 如何將它們放在身後 有不有足夠的空間 才是這個設備簡單易用的關鍵 說到簡單 APP的功能簡單到簡陋 沒有EQ 只有三種區別不是很大的音效模式 續航方面 我看了快4級的防花 乳機還有70多的電 但其中一個後環繞音響沒電了 至於它什麼時候沒電的 我不知道 因為它無論從視覺還是聽覺上 都很難引起我的注意 價格接近4000元 使它透露出來的氣質 和之前的索尼空調差不多 看似很有創新 實則是創壞了我的腦子 交了智商稅 給大家添了樂子 隨後 索尼肌膜音響 HTAX7 TESTV給出 主觀綜合評分 5.5分 咖啡來了 這個空調開太大了 這個空調沒關係 插進師傅全新升級 藍師傅款 更強捷徑力 添加防霧劑 樹幹安全 不留痕跡 咦 看吧 我說是吧 沒起誤了吧 我們這個新款插進師傅 還把酒精換成了一柄醇 清潔能力也比以前那款 升級了不少 誰問你了 老公老公你快過來呀 咋 咋了 你這iPad那麼髒怎麼用啊 髒也不髒吧 哎呀你別擦了 越擦越髒 就是 越擦越髒 插進師傅全新升級 綠師傅款 更大更強勁 PID 電腦 顯示器 一張就定 你看啊 這一張這麼大 比我臉還大 裡面都是一柄醇 清潔能力也是很強 誰會就是你了 好 在這裡給大家拜個臉 馬上就要開工了 祝大家開工大吉 哈哈哈哈 那麼本期節目呢 這個產品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別忘了在視頻下方的簡介中 尋找鏈接給它打分咯 現在我們還處於春節期間 淘寶店還是在一個放假的狀態 在春節期間下單的小夥伴 我們會在2月18日恢復發貨的時候 陸續的按照下單的順序 給大家發出來 儘快的發出來 如果您覺得我們這期節目做得還不錯的話呢 別忘了給我們點一下那個超級感謝啊 謝謝大家